教大家做一个不用烤的奶油蛋糕cheesecake 生酮低碳的朋友可以吃 可以用杏仁粉做这个底 配料在屏幕上 我们把它在不粘锅里炒一下 把它炒的差不多加一点点肉桂粉 不加也可以 然后把它炒出香味来 把100克黄油融化倒入炒好的杏仁粉里 然后搅拌成这个形状 放在9寸模具里压平 压平压的比较平以后 放在冰箱里冷藏几个小时 好了下一步我们做蓝莓酱 我们拿300克蓝莓吧 然后再加一些带糖 炒成这样就可以了 只要它浓缩不需要再搅拌的很细 我们量着放一边 然后我们用奶油奶酪 大家看一下屏幕上的刻度 和淡奶油以及带糖 我用的是这个带糖 然后把它们再拿搅拌器搅拌 先用低速再用高速 搅拌成这样的形状 取一部分出来 大概取出两杯的量 我们这样可以做白血色的这种加层 然后剩下的呢 我们把那刚才亮亮的 这个蓝莓酱的倒进去 然后再搅拌就出了这种紫色 把冰箱里头冷藏好的这个奶油奶酪的底拿出来 先把白色的放上去 再放上紫色的 把它都铺平 把这边的边也清理一下 然后放入冰箱里冷藏 冷藏出来以后颜色会深一点 我呢有一些新鲜的桑热 点缀在上面 没有的话你可以用蓝莓 看看有人在盯着看呢 然后呢我们现在在上面再点缀一些像白血的这种状态 我用的是阿洛铜糖的糖粉 然后把它撒好 配上刚刚做好的咖啡 看看怎么样 看上去不错 然后呢大家看一下这个效果 大家看一下这个分层的效果 非常的好看 吃起来也很好吃啊 这个方案呢不用烤很简单